两位我们首先要请你们有一个比拼 就是成语的心有灵犀 因为这个听说呢 他们对成语的了解 已经在就算这两个人不是很熟 但是稍微提到这个成语相关一点讯息 就可以秒反应过来 我想先请你们用 我们平时不太会用到的成语来形容热巴好了 好不好 用成语来形容一下 但是不能用什么貌美如花这种 我们都会用的词 用特别一点的词 彭敏来吧 等于热巴形容一下 冰激玉骨 秀色可参 一泰万芳 风华绝代 哇 第一个是 第一个是啥意思 冰激玉骨 是冰激凌啊 哈哈哈哈 没有就是看到你脸的问了 他脸的感觉就是凉凉的 对 好 那来我们小华 小华难一点的吧 嗯 你形容一下见到海涛的感觉 哈哈哈哈 刚刚是冰什么鼓来的 哈哈哈哈 还是形容热巴 你要用什么词 土腰未病 谁 九天仙女 都安静了 你顾清城再顾清国 哇 哇 哇 他说出那几个成语全场都安静了 字幕老师打开了一个新的词语库 以前都没有用过的 哈哈哈哈 我不着急啊 第一个是谁被病了 哈哈 哈哈 这这边 下面 哎 哎 接下来 那个快乐队和解乐队 将要进行正式的比拼了 我们也会请这个 彭敏还有小华 加入到这两个队伍当中去 我们来比赛 看成语接龙 哪一队完成得更好 好不好 好 来 成语接龙 游戏规则 现场嘉宾分为营队和红队 营队友李维嘉 吴欣 王俊凯 董子剑 红队友何老师 杜海涛 一律热巴 李红琦 谁面前的灯亮 则达出符合要求的成语 错误则被喷气惩罚 我们来看看 红队要接的成语是什么 说祝福 所有说的成语都要是祝福的 准备好了吗 海涛 准备好了 听说你在后面做了些功课 没有没有 都是一些平时的积累 你把你的手亮出来给大家看看 3 2 1 打个招呼 嗨 干啥 没事 海涛你不是经常主持一些商演吗 一帆风顺 一帆风顺二龙是主持人 海涛四季怕三 来了 五呼灵门六六 要 多说出来 红队 狠语接龙 开始 一帆风顺 四季 何佳欢乐 步步高升 福星高涨 恭喜发财 三阳开泰 刺喜临门 福如东海 来 寿比南山 长生不老 马道成功 岁岁平安 松鹤延年 马道成功 我说过了 说过了 一边的 好激动 要怕是你们自己对的 谢谢真茶小能少热吧 好吗 来 刚讲不阿 那个归年贺寿 什么意思 不太懂这个词 归年贺寿 归年贺寿什么意思 就等着我呢 是吧 归年贺寿的意思就是 那个我们请两位太陡 给我们解释 太陡 苗恿 坏 归年贺寿 采远滚 归年滚滚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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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平平安安 收购 恭喜发财 啊 收购 万事如意 收购 收购 福寿双全 福入东海 双了 你是专门 你是 你富多基因是吧 早日康复 早日康日康复 早日康复 同意吗 我刚刚这个过关吗 谢谢很多淫队的朋友 你们是 真的很棒 你们居然发明了一种 白手的认同法 过关 很多淫队的朋友 你们真是好淫 他们是这样的 他们都跟我说 让他过 让他过 哎呦好想加赛一题 动物园里有什么 来啊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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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动物园里有什么好吗 来来来来 来来来 动物园里有什么 动物园里有什么 大象 小象 那么多动物 是你啊 我都知道 公象 母象 你们是一家呀 同样的物种 只能 出现一次 不能连续出现两次 哦 来了 动物园里有什么 有狮子 蜘蛛 小猪 小猪佩琪 我依稀记得 这个环节是比文采的 最后一轮啊 动物园里有什么 快的啊 墙壁园 猫 狗 老鼠 自主 说过 你们去的哪些动物园 有猫狗 哈哈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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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老鼠 我很想去看看这么普通的动物园 我们去的是小区动物园 哈哈 哈哈